众所周知,甲面骑士在TV结局时,为了解决最终BOSS,各个都是八星过海各显神通,有继承家业上大号的,有和老婆孩儿为一共同作战的,那么这些个形态实力究竟如何呢? 本期视频,阿党就来带大伙一起验一验他们的挂都是啥级别的 TOP11,觉悟蝗虫,战力表现爆成,是霍人觉醒内心真正强大的力量后所诞生的新Power 拥有对恶意特工的机制,造型与基础无异,但战斗力却得到了大幅度加强 获人借助威信,强行将寄出蝗虫,抬到了02的同等规格 各其他甲面骑士里,觉悟类的暴肿或许很强,但是别忘了01本质上是科技系骑士 他当初设计出02驱动器的原因,便是因为01驱动器已经达到了上限 所以觉悟蝗虫这得要搭配01驱动器才可使用的密钥吗? 虽能大幅度提高战斗数据,但对驱动器的损耗也是极大的 属于是超负荷运行,并不能长时间作战 而单论觉悟蝗虫的战力上限,这里参考01系天花版02 剧场版里新收他力量的低于蝗虫秘药,能够直接毁灭一座城市来看 觉悟蝗虫估摸着是在弱暴城区间了 炮波时,究极空我,战力表现暴城 是五代雄界在与零号球战时所暴肿辨识而成的最强形态 拥有操控物质、原子分子,将其等离子化 使对方着火的刻出力量 必杀技也可将封印能量与火焰收束在拳脚之上 给予敌人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究极空我的战斗力表现并不算太高 令敌人着火这项特殊技能 在与零号战斗时,也没有造成多大的杀伤力 在参考升华空我的荷包体来看 古代究极空我的上限 攻破者同九五蝗虫一样,也是在暴城级别了 炮波9,全轮胎斗奶,战力表现暴国 是进之间在面对人造AI、西哥马球体时所说出的最强混装 拥有全轮胎的所有能力,最终该暴露形态 仅有释放必杀与黄金星格一同击败西哥马球体的表现 具体的战斗设定官方也没给出 因此这里只能大概参考下 挺为普通机械编译体便能做到暴露的程度 所以全轮胎斗奶的上限,少说也得是这的数倍的 不过嘛,若是能夸作品叠战斗力的话 那我锋魔附魔六角齿齐就有的说了 这样叠上来,全轮胎斗奶不得冲个最强暴露形态啊 套普六结婚鸟,战斗力表现爆国 是硬死使用暗库的核心硬币便身而成的TV结局限定形态 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腹肌二人的合体形态 战斗表现结婚鸟能够面对持有硬币容器的真木博士 做到碾压的趋势 而这硬币容器的表现力则是能够将周围的一切吞噬殆尽 全部化作为硬币 此外,真木博士本身的实力并不俗 因此增和来看,截魂鸟这外卦,战斗表现超暴国 妥妥的,并且如若把剧场版里 欧姿普通鸟系联组变得一脚踢穿地球的表现 一起结合来看 这截魂鸟怕不是还能在墙上不少 套普七,金兔银龙 战斗表现一脚踢包一种怪人态 出自于创起TV最终化之中 是两个7.0满装屏,融合诞生的形态 外形虽是创起的基础观色 但实力却拥有超越天才形态的战斗力 但你要说B系最强嘛 那还得是融合了天才屏的创越 金兔银龙这只是临时过渡的形态罢了 估摸着以后也没有再次登场的机会了 套普六,闲者之时,法爷 战力表现创造世界 出自于乌奇TV51化 是法爷借助魔龙 从小绿魔体内所抢来的力量 这玩意实力嘛,纯纯就是一个bug 它能让TV前期打不过法爷全龙形态的古雷姆林 直接强化到叼打钻石王老五 同时这闲者之时也兼具着改变世界的力量 在法爷剧场版的魔法国度之中 金魔便是用其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并且根据白魔的介绍来看 用这闲者之时还能够做到毁灭世界的级别 不过法爷佩戴闲者之时 仅仅只是用它击败了古雷姆林 并未将它真正的当作一个武器使用 不然的话,这结局状态的法爷 怕不是也能和某狐狸一样 当个神逍遥自在去了 套破五,神级狐,战力表现创造世界 是迎兽在舍弃自己的肉身后 龙王归来的形态 处于该状态下 迎兽可以随意使用创世之力 例如随手给队友撤出 无视松刚实现法则的驱动技等等 此外战斗力也会获得大幅度提升 神机狐的基础马推 便能做到与松刚六四开 而神机狐那样呢 按照设定来说 这玩意应该是能同黑狐一样 做到随便清洗地表的 至于千年后氧化的金狐嘛 他的实力与神机狐那样相比 应该是有着提升 但根据这俩五五开来看 估摸着差距也不会很大就是了 靠波斯 气感无限魂 战斗力表现是神 是小尊在领悟爱的真谛后 所变成的最强无限魂 无限魂本身便是假面骑士 最终里罕见的微信派强者 能够根据获得情感 不断地获得强化 每个情感所失望的必杀 也不相同 例如结局无限魂的爱之必杀 便是摇出一个锤子 并且无限魂也能够将其中感情的力量 集中在一起释放 该必杀机的名字也非常直接 把神都给直接写里面了 而除此之外 无限魂还有着另一个bug形态 光翼无限魂 出自于剧场版之中 是吸收了100个眼魂 所短暂解锁的模式 特效是挺炫酷的 但实际上战斗力并不如奇感无限 套步3 奇幻全能 战力表现续写世界全对强化 胜刃的这款外挂 是牺牲露娜 并集结六把圣剑诞而来 虽看融合素材并不是非常丰富 甚至还不如是胜刃 但是奇幻全能 却拥有着胜刃系最强的力量 内涵全部的奇幻驾驭书 此外使用时也可将其分享给队友 更重要的是 奇幻全能并非像全职全能之书一样 将故事的结局设定好了 而是留了大量的空白 能够接受人类的想法 续写出无限的未来 套步2 闪耀亚基陀 战力表现是神 玩归玩 闹归闹 别把就凭成大哥当玩笑 亚基陀平成老二的身份 常会令大伙产生误差 认为这老灯没啥实力 但是嘛 结局的闪耀亚基陀 怕不是真的是 风魔之下第一人了 在亚基陀最终化之时 闪耀原本是不敌黑神的 甚至面对天使时也非常的吃力 但是闪耀却充分展现出了 啥叫人的无限可能性 愣是在结局时再次进化 达到了能一脚踢死黑神的级别 而黑神的含金量 想必不用多说了吧 假命取是指定的真正神明 这可不是啥胡神能来碰瓷的 论结局谁都挂最强 那常闪庄无说第一 没人敢说第二 上面的那些结局外挂 都是要经历一些同伴的阵亡 并或者是自身的觉悟进化才得到的 但是庄无的风魔嘛 是 他是死队友了 甚至还死了两个 并且有着充分的觉悟 变身时那一嗓子愤怒之都快拉满了 可难崩的点就在庄无变身风魔时 貌似一直都是想变就变的 只是他自己不愿接受这份力量 所以说 若是盖茨阅读这俩 早点同意庄无变风魔 哪还有后面那么多事啊 而风魔的实力嘛 这都老生常谈了 尚拥有全骑士之力 下掌管时间法则 亦可一念创造世界 一念毁灭世界 这结局套的外挂 估摸着要到令和骑士十周年史 才可打破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按照观例 我是阿当 咱们下期再见